今天是NBA休赛期的第一天 除了李弗斯仗义之言批斗了一番恩比德以外 NBA没有什么带新闻 至于交易留言 还是那么几个花旗老卑鄙瞎歪歪 要么就是SKIP这个憨批 大放厥词 什么约基奇不如恩比德之类的 这种人就是篮球媒体圈的地公游 谁火他就黑谁 詹姆斯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挂榜知名真黑 现在约基奇成联盟第一人了 他又开始转行黑约基奇 谁火他就黑谁 根本罔顾事实 纯纯的脑瘫 我敢说比懂球 蔡许坤都比SKIP懂球 我愿意为我这句话付法律责任 那么NBA没有带新闻 我就只能有请诸位给我贡献素材了 不然我就得去直播卖货了 本期征集的主题是 假如你快要死了 你会给自己写个什么目字名 你希望你的账礼是什么样的 比方说想放个什么BGM之类的 以及怎样处理你的肉身 如土账火账之类的 或者你有什么身后事 想要交代一下的 也可以搜索 如果你不建议自己的留言被看到 可以在留言里附加按号 授权ID上墙 那么下期视频 你留给自己的目字名 或者死后的交代 将被我选出来公开处刑 以及备份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说不定多年以后 你的子孙后代 还能在我的频道看到你生前的留言 这将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浪漫 来吧 诸位 交代一下你们的后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